美國總統大選倒數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團隊正加緊腳步 在搖擺州造勢 日前來到非裔人口眾多的 喬治亞州 現民主黨要再次奪下 該州的選舉人票 共和黨則傳出更換復修的風聲 頻頻發表爭議言論的副總統候選人 范茨 有可能被日前投靠 川普的小甘奶的取代 因著顯幕宣傳廣告的大巴士 來到美國喬治亞州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和搭檔華茲 拜訪該州南部一所高中 為學生精神喊話 喬治亞州是搖擺州之一 非裔選民佔了三分之一 尤其是該州南部居住最多非裔人口 在總統拜登上個月宣布 不再競選連任之前 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在喬治亞州的民調顯著領先 讓一些非裔選民 對民主黨感到失望 民主黨在2020年 曾以不到一萬兩千票的卸位差距 拿下喬治亞州選舉人票 賀錦麗現在就承諾 民主黨將在擁有十六張選舉人票的 喬治亞州獲勝 另一邊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范斯 則在威斯康辛州造勢 演講時再度批評賀錦麗提出的各項政見 日前她針對美國二零二一年自阿富汗撤軍 導致十三名軍人死亡一事 稱賀錦麗任內對此事默不關心 一番辱罵言論更引發爭議 這並非范斯首次發言不當 選民對她好感度遲遲不見起色 加上日前曾屬於民主黨的獨立參選人 小羅伯甘乃迪宣布加入川普團隊 讓共和黨換副手猜測滿天飛 七十歲的小羅伯甘乃迪出身政治世家 他曾隸屬民主黨 在黨內競爭失利後 就退黨獨立參選總統 引發家族指責 他在上週起暫停競選活動 並轉而支持共和黨川普 木透社報導 甘乃迪希望與川普達成協議 換取在川普政府中擔任職位 而換副手的期限是九月六號 公視新聞兩葉編譯